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据说是原型 新东方的三位 于敏红 王强 徐小平 曾经上过咱们强强三人行 这个人挺好玩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他这个宣传会什么的 陈可新 我怎么引起注意呢 我因为最近在香港 我反倒是看见信报上面 有这么一篇批评的文章 因为听说大陆都说挺好 今天信报上出来一篇批评的文章 就说呀 说这部电影的英国的那个名字 叫这个什么 英文名叫做 American Dream in China 美国梦在中国 美国梦在中国 他说这个片子呢 应该叫做这个 陈可新的梦 就是陈可新的美国梦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提出两点 他说陈可新拍了甜蜜蜜之后 他说这是陈可新的又一个高峰 票房都能看得出来 他说但是他却觉得呢 陈可新迷失了 表现在一个什么地方 因为我没看这个电影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讲的就是说 他说这个 最后把这个所谓新东方的上市 当成一种什么民族自尊心 就是陈可新这几年 在大陆学了点大陆人的东西 搞这个 他就觉得是陈可新的沦落 就是这个 他提出的这是一点 另外他就觉得 你陈可新是不是有点意义 就是说你当年去好莱坞发展 成绩平平 然后所以说呢 回到大陆 他陈可新自己也说过 就是说香港的市场 内地的市场 还是我比较适合我们玩 他说这个东西 跟这个于敏洪他们的故事 是不是有相互可以照应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 其实不只是信报这些评论 香港很多评论 对这部片子的评论都是很不好 那很不好 主要只有那几点 就包 首先过去 我们这大半年看到 很多这种怀旧的 回忆青春的电影 比如说是赵维那一部 那当然从香港影评的角度来看 会觉得他们都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 你同样讲80年代 到现在的青春电影 你有些东西不可能遗漏 但是我们都知道 它必须遗漏 那那个遗漏 你怎么去处理它 那就变成一个问题 那这是第一点 但这个就不管它 那第二是什么呢 就中国合伙人这部片子 我觉得被人骂的更多 在香港 主要骂的地方就在于 它真的是有一个 今天我们讲的强国梦的那种感觉 就是而那个梦的实质呢 是其实很出比的 就是要发达 就是要成功 而这所谓成功呢 而且是要透过美国人的面子 来给自己面子 透过美国人的眼光 比如说其中有一场 大家批评的最厉害的 就是对着一群美国老演讲 你知道它这个故事一开始 里面其中一个核心的 就是他们最早那个教材 其实是抄的 对 抄一个英语教材 后来电影里也没否认 对 没否认是抄的 然后呢 那人家老外就觉得 你这不是侵犯智慧产权吗 你抄我们的东西 但是他最后 他发财之后 他反而好像把这个抄袭呢 就变成光荣化了 就说这就是我们厉害啊 我们中国人多成功啊 爸爸讲你们 美国行行吧 然后就这么搞懂 然后用这样的方法 来表达一种中国式成功 你这个价值观 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俞敏洪本人 他接受这个 那个央视 那个财经的那个访问 他也是讲到 就是说他说这个 他说在我看来 就是上市这件事啊 跟民族自尊心 他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而且似乎也说到 就是说这个事情呢 那就是我们错了 后来我们也认错 就是跟电影里的 所讲的这种这种意义 完全不一样 没有什么关系 我也相信他们三个不会 像这个电影 所以我觉得问题更大 就如果他真的是讲 新东方的事 我觉得反而会更复杂一点 如果更即时拍 因为我觉得这三个人物 都是有趣的人物 原型啊 但他现在这个拍法 就是人家那三个人 都是有忏悔的 或者不会这么想 但这个电影把它拍成这样子 去满足今天我们中国愤亲们的那种意义 就是意义美国嘛 就美国老一天说我们这个那个 我只要在美国上市 我发财了 我最后你 我抄你教材怎么样 我现在几十亿增加 我就赢你了 我这叫牛了 我这叫行了 这种强国梦不是一个 就是香港 从香港人来看 香港人这几年老叫 叫中国叫大陆 都叫强国强国嘛 有点负面的意思 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你说香港电影人呢 他是个生存动物 你知道吗 他对 所以我今天看着这个 这个什么信报 这个我心里还想呢 我说这信报 不是你们说的知识分子报纸吗 我说这个知识分子 据我所知 至少有一部分中国导演 他才不把你这知识分子 说什么当成回事 对他来说啊 他的电影能够能够有这个票房 几个亿的票房啊 那就是睡着了都笑啊 这个压力都太大了 在这个成功面前 所以他最后 就跟这个电影里面讲的一样 所以如果说陈可欣 不管什么沦落方法 对 只要能赚钱就好 没错 实际上跟这个电影里边的一样 一样的 就是说他这个电影能够取得市场 你知道甚至于 我不是讲过一个著名的故事 那个有个香港电影叫十月围城 十月围城 也是他的戏吗 也是陈可欣吗 你看陈可欣的学习 一直在进行中 而这个在我这个大陆人看起来 他就有点 邯郸学部 或者叫叫我找不着合适的词 就比如说 他自己接受采访 我当时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 他说因为 在这个十月围城的电影里 有那么几句豪言壮语 就是说 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或者说我们中国要振兴 等等 诸如此类的话 爱国主义的话 这这个话呀 反倒是北京那边的同事 笑 笑说 这个会笑场 大陆人会笑场 不要叫这个 但是香港人 陈可欣当时他们觉得也很诧异 说我们是很真诚的 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呢 实际很有意思 好莱坞也是主流价值观 好莱坞的很多电影台词 爱国主义的电影台词 要拿到中国电影里来 中国观众也会笑场 对 但是就很 这是文化的原因 我是认识余敏洪跟徐小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大好批评他这个电影 但是我看到你刚才讲的那场戏的时候 我深深的替陈可欣感到可惜 我就搞不懂陈可欣 陈可欣 变成陈可欣了 他怎么能拍这样的戏 就是太老土了 他那个 他这个标题 英文的题目很准 就美国梦在中国 一语道出了中国梦跟美国梦的十字区别 但是呢 他这个美国梦呢 却是用中国的方法 很粗糙的方法来 来实现的 后面桌上的那场戏 你知道你犯了人家的法拉 你犯了人家错了 那你就一件事情谈 你这个时候 你那个王小明啊 感情生动的来讲 我当初怎么不容易 你跟外国人讲这个是最没有用的 这种煽情啊 对美国人一点效用 一点效用 在全世界都没效用 你跟日本人也没有效用的 这个只有我们自己团委开会的时候才有用 你说我这个事情犯规了 我跟你说我妈妈生病怎么辛苦 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出于这场戏 这么老土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说 如果是新东方的人做 我可以理解 如果是其他的中国企业 我都可以理解 陈可新 你在香港 你这个 所以 问题是新东方 他们三个人都不会做这种事 对 问题是 我也认识王强 我觉得他们都不是这种人 所以他这个电影拍的 他就是为了 这个这个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如果他电影 按照财经的采访那样 表现他一个家族管理的企业 一个土法上马家族 怎么一步一步的跟西方的游戏规则 做斗争跟融合 那是非常有意思 就像他所表现的一个中国的企业 怎么纳入了国际资本市场 这个必要的磨合过程 这个很有意思 可是他 大概那是为了煽情吧 那场戏拍的真是 忽悠老百姓 对 而电影院里很多人看完了 你知道都是80后90后啊 出来以后都很解气啊 然后一个个都准备这样来实现 他们的中国梦了 我就是 所以为什么我不看这个电影呢 我本身就会觉得 这些 本来好几个屌丝说穷的叮当响 最后通过一番奋斗 挣了钱了 好家伙 这个就成功了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乔博 不是我的品位 就是可能我是很狭隘的 就是就不是我的这个 好莱坞电影也会这么拍 但是他们会怎么处理呢 他会绝大部分的篇幅都在想他苦 他只要最后打几个字幕 说以后他们变成了一个什么什么 就行了 就把整个故事就翻上去 你不用去炫耀 而且这个炫耀 其实是一个翻法的一个炫耀 用中国方法的一个炫耀 而且他们的成功到最后呢 通过他会回到 就是要再讲一次 他这么成功 但是全靠他家庭怎么样怎么样 他男女朋友怎么样 还是要回到人跟人的感情那点 来缓解掉成功带来的那种冲昏头脑的那种狂喜 所以呢 这个他既然票房这么火 咱们就给他泡泡来冷水 强强赛人行广告之后见 重塑架空 升华舒适 桃花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类 东风日晨 临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彩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华 年份端将 五井贡酒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我是没看见电影啊 但是我听你们说 我就感觉到啊 这个香港电影人呢 实际他是很想贴 很想贴你们大陆的这个这个这个情义节啊 等等等等 但是在这个大陆的我们这种大陆人看来啊 你怎么贴啊 银河啊 偏偏就是他隔着一层 你知道吗 他他隔着一层 所以 不不一定 文韬 这是你知识分子的想法 结果你现在看这一部电影 我觉得他贴重了 贴重了 贴重了 我们这么多年轻观众 这么多看了感动啊 喜欢啊 没有 大部分喜欢他观众都不觉得这个意识形态是有问题的 觉得他很好的 而且你看从片名 他一定要加上中国 现在什么东西 中国最强音啊 中国好声音啊 中国什么吗 中国什么吗 反正都加上中国 从中国梦 有中国大家就很爽 对 什么东西都灌上中国 这个事情就变成另外一个level 其实你说 而且你看他这个电影啊 我觉得他本来抓的点是很对的 因为新东方这个案例好玩的地方在哪 他是中国最成功的一个企业之一 他的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教中国人学美国英语 他让无数人出国 他让无数人出国 我们今天到一直大讲中国梦 但是新东方卖的恰恰是把中国人卖到美国去 他今天是个新的一个买办啊 对不对 他又新的卖租载 无法卖美国梦 对 然后呢 那其实还是他是给中国卖美国梦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点 你们讲过 我们今天都在谈中国梦 那中国梦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现在听很多讲法 比较正式的讲法 就是说中国 美国梦奖是个人的成功 中国梦奖集体的成功 但是你看这部电影呢 他到了最后 那么多人看了那么兴奋 其实你看到原来我们中国梦搞半天 其实还是美国梦 每个人想的就是自己成功 而且我们跟美国梦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梦 我们有中国特色美国梦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我们除了成功之外 别的东西都不重要 我们的方法不是美国梦 我们的中国的方法 就你美国人 美国梦的电影里面 讲美国梦的电影里面 他那个主角最后要成功 他一定要用正派的方法来成功 我们这边不一样 我们是我管你正不正派 我成功就成功 这就是中国版的美国梦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价值观是美国梦 方法是中国方法 其实这个是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糟糕 因为美国梦 它的价值观并没有什么 特别值得我们羡慕 就是个人发财嘛 就是房子车子嘛 但是它是要通过个人努力 它这个途径很重要 要合法 而我们现在拿到的是 它的那个最后的价值观 LV 这个名车 我们的千万富翁上市 美女 但是呢 这个手法呢 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苦衷来辩解 中间的这些手法 所以我 我不是说这个电影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觉得 陈可欣 我们对他讲啊 我们之所以有点苛求 是因为我们尊重他 假如这个电影王金拍啊 我们就就祝贺就是了 因为陈可欣之前 你讲的十月为成啊 投名状啊 其实都还不错 甜蜜蜜也都还不错 这部是有点有点掉分 在我看来 但是商业就就加加成功 我担忧的就是电影院里 这么多的票房 这么多的年轻人 现在他们在这个美国梦 中国梦之间 最后得到了美国梦的价值 跟中国梦的方法 这是一个worst的case 但是我觉得银河的 就他这么成功 大家这么称赞 没人觉得有问题 你现在看得到 原来这套想法 是大家认同的 对 因为你看他这个电影 我觉得最好玩是他最后 我就说那个演讲 那时候我这个印象太深 他说到那帮老外 就晃着 哦 就就点头称势 就觉得你们中国太牛了 就首先老外不可 我觉得你太无耻 你怎么能这么丢人呢 但是搞到老外都羡慕 就等下我也那金色大提那样了 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对一个导演的这个电影 很多知识分子的这个批评 你想想看 都是近些年 这个中国导演 都是价值观的问题 就比如说 但是你知道 因为如果是一个导演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想不了这么多 对他来说最大的压力是 能不能把这个故事讲好 能不能够有票房 但是呢 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啊 你会发现呢 最尖锐的批评 你比如说从张艺谋开始 最尖锐的批评 往往还不是说 你这个故事没讲好 而是你怎么歌颂暴君 你知道吗 是价值观的问题 像这个电影 你看我听你们说 不 这个电影 价值观的是后来的事情 其实是细节的问题 其实是他那个 那个最关键那场戏 就是美国人要诉他们 说他们侵犯反权了 现在的描写是 他们跑去用三情的 说了一段话 说我们很不容易 然后说我们会上市 赚很多钱 美国人就佩服的一塌糊涂了 然后在桌上就表情 就让他们大涨自弃了 这是细节的问题 要是把故事说好的话 我们在香港都开过会 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其实很简单 美国人还会很严肃 很冷静的来讲 你这个事情错 他们也应该很冷静的说 我们这里有哪些错 我们负责的赔款 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上市了 这个时候 你只要非常克制的表现一下 美国人的克制住的惊讶 和他暗暗的把你当一回事 这个场面处理就非常好了 但是 那样子的话 我们中国观众就不爽 看不懂 中国观众爱看的是 美国人服了咱们来 你懂吗 就美国人给 你那么讲话 美国人还不够服吗 你现在这么 还是把观众当弱智 但是中国人今天就是喜欢 去让老外佩服我们 中国人今天的自尊 尊严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要扬威海外 就人家扶咱们 没想到是一个香港人 帮咱们扬威海外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时间 你需要浓缩的口味迅速行神 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 要用精脆厚重深度的原料 快速炮制 新闻家评论的深层见解 第一时间强化资讯鉴赏力 资讯快递 星期一事务下午 凤母皇卫视中安台 唐中航 信我 信未来 启度 向前 有速度激励自己 用舒适 感谢家人 东风雪铁龙 CIS L 都市动车 一等舒适 Citroen Creative Technology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 也是分享 是温暖 也是希望 保险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 保险集团 但是我跟你讲 吊读的是什么呢 他也算抓住了一种真实 因为中国人啊 聊天 就是这么聊天的 包括这 徐小平 这他上过咱们 江江三人行 是个很好玩的一个人 这个 你看啊 他们说这个 于敏洪 内心里有个情节 就是水浒传 三国演义 这一套 其实这也是很真实的 你记得我们当年说过 就说水浒传 是个什么价值观 水浒传 我就记得有个著名诗人 顾成曾经说过 他挺有意思 他说你看李逵 杀人犯呢 杀人如麻呀 吃人肉啊 对吧 照今天的价值观 这是个什么人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喜爱李逵 顾成讲了一个地方 说中国人呢 认这个真性情 你看这个真性情啊 往往能够在中国啊 能够涉服全场 我们公司开会啊 的确很多时候 就是这样啊 你说的是这个合约问题 但是最后呢 就是讲的完全是第三件事 而且讲的是感情 不是 你他们三个人里边 在国内那些戏啊 你这样演都可以 主要是后来 他要拿到美国去 你要在那个平面上 那个就虚假了 平行说啊 我这两部电影 我都看 我的一个共同感受是 他们在拍八十年代的时候 虽然隔了距离 故意怀旧 但是比较亲切 对 我看的都比较亲切 赵薇那个戏也是 自青春我也看了 那个青春部分比较可爱 当他们拍到今天的戏的时候 反而比较虚假 就那种爆发的 车子好了 房间大了 这个好像是改天换地鸟枪 换炮以后的那个样子 里边那个黄晓明吧 是叫黄晓明 演过去的那个形象 非常好 很像 等到后来 他要演发达的那个老板 真不像 还真不像 那于敏洪上去也比他好了 对 就是说 什么道理 就是说 我正在想就 为什么回头看八十年代 有一份亲切感 写今天反而看不清楚了呢 我这个 因为看过去有距离 反而看得到 看今天的时候没有距离 而且同时还有个问题 他们都仿佛想用这个过去 太想用过去对照现在 或者用过去来撑住现在 好像今天爆发 用过去来解释现在 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处在这个被解释 被烘脱的这个现在 反而是个 他们真正要说明的时候 你看他其实很虚浮无力 他的着力点全在现在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